再来看的也是非常需要体力和耐力的 超马选手陈彦博下周要挑战南美洲玻利维亚的高原超级马拉松 对他来说最大的难题不是六天要跑完一百七十公里 而是当地的海拔高度 为了要适应陈彦博之前还特别到大陆的香格里拉做一地训练 辽阔的云南香格里拉孕育出另一段新的旅程 超马跑者陈彦博之前花了五年 完成世界七大洲八大战的吉利马拉松 休息一年很快又要展开新的挑战 六月要参加的是玻利维亚 一百七十公里的超级马拉松赛 在这里香格里拉的海拔高度是三千三百公尺 那在下个月玻利维亚将要参赛的高度 是三千四百公尺一直到六千公尺 玻利维亚高原超级马拉松将从23号开始 展开一连六天一百七十公里的长征 但距离不是让跑者最头疼的地方 海拔高度才是造成头疼的关键 在超过三千公尺高的地方 只是跑个五公里 恐怕就会像三十公里一样的船 一开始来到这边的时候 一开始是头痛 然后有点想吐 晚上睡觉睡不好 那几乎没有办法做这个训练 可是在经过这个十几天的训练之后 加上藏族的朋友 他们请有吃这个沾巴 还有这个毛牛肉 还有这个酥油茶之后 身体真的慢慢改善很多 一段旅程的结束 也代表另一段旅程的开始 对陈彦博来讲 这不只是挑战自我 而克服困难 往往也只是赛事的一环 在天与地之间大步向前 感受大自然的喜怒哀热 或许是陈彦博停不下来的最佳注解 UDN TV 甘邦节 杨玉昕 综合报导